优雅动作加上大方笑容 红紫相间的上衣加上窄群 温柔婉约兼具气质 是大多数民众对空服员的印象 不过这个印象现在正在悄悄扭转 随着性贫议题抬头 国内外航空也做出调整 新宇航空2019年公布制服 除了传统的裙装造型 也提供整套卡齐色的裤装 供地勤人员自由选择 古航更是早在2014年 就不分男女全部穿裤装 乌克兰的SkyUp航空 则是在2021年将裙装改成裤子 更打破传统 允许机组员穿上白色运动鞋 这样的改变可不只是为了形象 对实际执行时也有帮助 穿裙装穿丝袜 在滑踢出去的时候 有可能会因为摩擦的太快 而造成了烧伤 改穿裤装不但能减少着装时间 也让空服员在进行飞机起飞前的整检和准备时 轻松许多 蹲下站起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窄裙好像很卡 那你窄裙你又怕曝光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动作会些许比较慢 很多航线当中真的穿裤子 会作业起来比较方便 发餐的时候蹲下起立 你都不用顾虑到那么多 空服员每次出行时间 从准备起飞到降落 动辄三小时以上 国内外航空纷纷推出裤装 营造新形象也提升工作效率 一时二秒 华视新闻张震杨文上特别报导 哈喽 我是蓝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